好,大家好,今日我會就西區警區一個針對毒犯利用網上平台銷售毒品行動 名為滿攜的反毒品行動進行簡報 警方一直十分關注青少年吸毒的問題 我們留意到網上有人利用網上平台鼓吹青少年吸毒 誤導青少年帶麻不是毒品 更甚者他們會以金錢或者免費的毒品去利誘這些青少年為他們反毒 有見及此西區警區的特別職務隊在今年的7月和8月 派遣探員在網上進行情報搜集和分析 經過深入的調查我們鎖定了一批毒犯 而在今年的9月13日至15日我們進行了俗稱收網的拘捕行動 我們拘捕了一共16名毒犯以這個反運危險藥物罪名拘捕他們 他們的年齡是介乎15至28歲 當中包括14男二女 其中是包括中學生和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 也都有一名人士是有黑社會背景的 除此之外我們也都搜查了兩個一個位於大角咀的工廈 和一個位於尖沙咀的賓館 私以作毒品儲存倉的單位 搜獲了大麻花和俗稱K仔的毒品綠安酮 在整個行動裏面我們檢獲了大約400克的大麻花和200克的綠安酮 市值大約是港幣20萬的 在這個行動裏面值得留意的是 在16名被捕人士裏面有6名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 當中有3名更加只有15歲 警方在提醒大家大麻是屬於毒品 吸食和反運毒品都是屬於非常嚴重的罪行 最高刑罰是可以判處終身監禁和罰款500萬元 青少年千萬不要誤以為 年輕人或者學生反運毒品是不需要負上任何刑事責任的 我們也都在這裡要譴責那些利用青少年作反運毒品的人 我們會引用香港法例第1、3、4章第56A條向法庭申請 對利用青少年販毒的人士加刑 這次的行動我們仍然持續 我們會追緝那些兇徒 我們會追緝毒犯 尤其是利用年輕人販毒的毒犯 最後我們呼籲各位年輕人遠離毒品 不要因為一時的貪心而反運毒品 令自己前程盡毀 同時我們亦都呼籲市民 尤其是家長多加留意他們的子女 或者身邊的年輕人 勸喻他們不要接觸毒品 如果任何人見到察覺自己的朋友子女 或者學生吸食毒品 應該立即為他們尋求協助 如果見到有任何人反運毒品 也都請即向警方舉報 現在是發問的時間來的 請想發問的傳媒首先舉手 我們會將咪提給你 然後請你講出你的傳媒機構 然後開始發問 阿Sir你好明報 我想請教這次拘捕的這16個人的角色是怎樣 特別是那些未成年的學生 那些販毒分子怎樣接觸到他們 主要都是網上平台還是怎樣 還有他們的報酬大約是怎樣 麻煩 其實現在的毒犯很多時候都是利用網上平台 包括可能Telegram 可能會出一些廣告或者hashtag 用一些關鍵的字眼去吸引那些人去看他們的帳戶 吸引那些年青人去接觸他們 而他們也都可能用報酬或者一些免費毒品 去鼓勵那些年青人為他們販毒 主要他們的角色都是幫忙運貨還是怎樣 在這16個被捕人士裏面 他們都是被以反運危險若密的罪名拘捕 所以其實我們私以他們的反運危險若密 沒錯 還有沒有傳媒相發問問題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現在我們今天的新聞發布會就會連結 麻煩各位 麻煩大家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